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两天大家都为黑神话悟空 风靡全球 展现东方自元系文明的神韵的魅力而感到自豪 那么这款游戏确实它折服了非常非常多的 全球的那些子民们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讲过 我们是一个大族 我们是一个唯一的自然系文明 其他的文明是无法和我们来抗衡的 所以说你身为一个华夏子民 你必须感到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血管 每一个毛孔 你都是自豪的 你这种自豪是要写在脸上的 对吧 所以说这种文化的自信 道路的自信 理论的自信和制度的自信 四个自信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 那么这种自信 那么这种自信 它将会在你的面上撑出来 表现出来 你就不会再被昂油混合体 对你对我们系统性发动的自卑战 而被它给侵蚀和污染心灵 我们要不停的净化自己的心灵 我们要同恶性而战 你无法在天鹅绒上摸离剃刀 所以说呢 这款游戏啊 已经备受西方的好评了 那么之前我们都说过 电影和电视剧 它是被这个发行方面给控制的 美欧他们会屏蔽掉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 给你少拍片 或者电视台不给你上戏 不购买版权 不就完事了吗 对你的文化传播 他们有法子堵着你 那么对游戏传播 他目前看来没什么法子 这不果不其然 美国的参议员提出了 黑神话悟空 已经是重特大的 头好的国家的安全威胁了 看果不其然 美参议员说 要起草法案 禁止黑神话悟空 说黑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破坏美国大选 其实美国人是最懂得 如何用文化娱乐产品 搞意识形态渗透 比如使命召唤战地 那里面共产把俄罗斯 和中国列位假想敌 然后美国大兵嘎嘎乱杀 比如在变形金刚里面 弄美军酷炫的画面 来炫耀美军世界最强等等 所以当其他国家 尤其是让美国浑身 来说中国做出足够优秀的 文化娱乐作品 美国的PDS又犯了 他们是真的懂 所以也是真的慌啊 那么 他们说中国正在派这个生物 在侵入西方的意识形态 那么大家都知道 黑神话悟空自发行之日起 还没发行呢 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战 对他的政治攻势 政治围剿 就一刻都没有松懈过 他们不停的 美国CIA组织这个50万 不停的在中国招募这些 交不起电费的这些黑奴 把这些黑奴组织起来 给他们发个50100的 然后呢 让他们发帖子来黑 这个黑神话悟空 对中国发动自卑战 然后呢 其实他们自己 由于知道他们那个是西方 伪史 伪历史 都是捏造出来 什么古希腊的 什么乱七八糟 都是捏造起来的 捏造出来的 对不对 而且我也说过 古罗马 它实际上是古埃及的 那个旁支系统 它和这个 它和这个 可萨和这个 所谓的西方的文明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所以说呢 它也不属于 这个所谓的西方文明 属于这个昂游 尤其是这个昂萨 这个系统的 所以他们就要弄 硬掰什么北欧神话 完全全就是一帮西方为始 吞吞妈的吹牛逼 胡说八道的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天天弄那些 游戏 什么红色警戒 对吧 把什么苏联和中国 对为假象敌 像之前的 还有一些 这些什么战地 这些使命召唤 也是把什么中国 俄罗斯 列为假象敌 框框框 一顿乱杀 大杀四方 现在呢 对吧 在全世界各地 也是 这么黑这个黑神话 一款游戏 都能让你这么害怕 可见美国就是喜欢 用这个游戏 来搞意识形态输出 所以我说过 美国的电影 美国电视局 执作背后都是 美国军方 美国军方的 这种 类似于中国的 总三 前方二部 他们在搞这些事情 输出美国意识形态 输出美国价值观 在全世界 有很多地方 深受这种 美国式价值观的 这种毒害 他们是 往每个人的大脑 和心理里面 注入这个毒计 对他们 盲目的崇拜 崇拜你呢 不就是想要去美国了吗 那你有两把刷子的人 你不就去了美国 你不就把美国 给建设起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就哪怕像这次 巴黎奥运会一样的 大家看到 这次巴黎奥运会 对吧 中国是作为一个 主体民族 单一性的一个 主体民族 在那个地方 拿了40枚奖牌 而美国队 他的40枚奖牌 是多民族和多种族 融合的产物 而且还吃了点大力丸 他才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这个奥运会 他很有意思 他实际上就代表说什么 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应该过去那些年 中国跟美国的 这个 除了本土的那一届 50枚金牌以外 其余的基本上都是 都是中国都是老二 但这一次 是打平了 实际上是被美国 比美国厉害了 这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其他的方方面面 中国 也正在平时美国 也或者是做到 这个俯视他的 这样的一种境地 所以说你看看 他西方再怎么搞那些 什么3A游戏 你看中国这一款游戏 出来以后 他哪怕GTA GTA系列的 我也蛮喜欢玩的 但是我总感觉 这个GTA系列 就神韵这块而言 他没有办法跟中国 这款游戏来抗衡的 就这种神韵 你那种感觉 也是不一样 那么西方他也有一些游戏 也是搞那个什么北欧神话的 但是他没有神韵 他没有神韵 所以这就是资源系有文明 和这些旁支系统 和这些假体的最大的区别 所以你要分清楚 所以现在美国的参议员 你要知道美国的参议员 直接提出要禁止这款游戏 而且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所以老兵之前做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我这个游戏肯定会被他们 以国家安全为由 要给他禁掉 现在是谈中色变 恐中 严重的恐中 天天中国 任何的东西 都是让美国是弹之色变的 让西方弹之色变的 对不对 那我就在想了 你要是把这款游戏给禁掉 那你这种二星公司的 你游戏 是不是中国也要都给你禁干净 那在中国 那可是一个游戏的大市场 对吧 你要想搞制裁 我们就陪你来搞制裁 就像这次欧盟一样的 对吧 你冯德莱恩 这个母货 执意的要他妈的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加征这个关税 中国马上就打你这个 欧洲这个鲁制品 打你这些奶农 你欧洲的鲁制品 也是出口的一个大项 占中国的36% 我也马上就给你反击 当时在新疆的时候 也是在他们说新疆种族灭绝什么的 对中国新疆进行制裁 中国马上对欧盟这些议员提出制裁 对不对 你美国的你川普一下台 28名川普的核心内阁成员 全部被中国给制裁 政治生命全部都终结 你美国想要搞这个东西 我就我们就陪你来搞 对吧 你要想制裁 我们就陪你制裁 对不对 你美国说什么制裁晶片 给中国制裁晶片 中国自己就搞出来了 但是在关键原材料 什么金属梯 什么加折这一切的 我直接就我也制裁你美国的军功 对不对 而且在美国 美国是明确讲出 在武力上 在战争当中 是不敢跟中国和俄罗斯 发生直接冲突的 对不对 他是在游戏里面 他马个比的使命召唤什么的 在战地里面 天天把打中国 打俄罗斯 供然在这个地方一赢 你除了 你阿美利哥现在除了能一赢以外 还能干什么 天津说什么 过台海 过台海 你有针对台海的 反武统的军事介入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他们过去 他们把所有文化的方方面面 都作为意识形态武器 向我们进行集中的宣传 靶向的宣传 什么 对吧 在好莱坞里面 也是对中国人进行贬低 对不对 像是什么梁朝伟 还是拍什么上气 这个家伙 长期居住在日本 被他妈日本给 他妈的旁制系统给奴化了 这么个垃圾货 还什么中国影帝 香港影帝 瞧他那个样 对不对 还有中国很多一些 没囊气的一些演员 在好莱坞 都是被人家怎么欺负的 叫你弄个紫头发 以前我看 范冰冰好像也演过一个角色 也弄个紫头发 紫头发就是典型的 就叫你上来 就中国妓女 婊子 就这么个意思 你看那个美国的 你看那个布林肯跟拜登 跟中国来谈判 每次都弄一个 华裔的那个女翻译 叫她故意染个紫头发 就是来 等于说来羞辱中国 来羞辱这个亚洲 你看 你们的婊子 你们的鼻子 被我们随便在这里轮操 你看到没有 叫她染紫头发 来羞辱你们 她只会搞这些小动作 但在这个综合实力面前 在物理层面 你搞这些小动作是没用的 对不对 你是遏制不了中国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底层逻辑也很简单 你在马匹搞翻了 大家就对射原子弹 但现在对射原子弹 可能你美国被我核爆掉 但是你核爆不了我 因为我可以拦截高超音速武器 你没有高超音速武器 你的那些常规的那些导弹 我全部可以进行拦截 在空气当中进行 进行这个空中拦截 但是我要是对你打这些 高超音速的这些导弹 对吧 难道我的这些战略核潜艇里面 难道没有这个高超音速的 这个核弹 当然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自己悠着一点 中国现在不怕你美国 有什么就给你顶上去 就给你对干 所以说这款游戏 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 他又搞了一段 陕北的琴枪的说唱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一段都能把老外都给折服了 而且这里面的这些 整个东方文化 大中华文明的这种神韵 非常棒 非常优秀 我作为一个大中华的子民 我非常的自豪 我非常的有自信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保持一种谦卑 我们不停的在突破 这一些西方引以为傲的东西 对吧 你们有的我们也会有嘛 对不对 有什么 你对我们搞什么技术题目 我们一个个都给你突破掉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呢 这种心态呢 是非常不健康的 进这个进那个 一款游戏都让你害怕 这个游戏 它可没像你美国那样子 那么的靶向宣传 没像你美国做的那么露骨吗 你美国的那些游戏 直接把中国跟俄罗斯作为敌人 框框一顿乱打 作为假想敌 中国这款游戏 有把美国作为假想敌吗 没有啊 我们打的是自己神话当中的一些妖怪 你在那边紧张什么 对不对 你在那边害怕什么 一会儿进TikTok 一会儿进这个 一会儿进那个 中国的一些产品要进 什么美国国旗必须要美国来做 不能让中国做美国国旗 一会儿中国什么医药品 什么这个爱慕品 这些什么镊子剪刀 这个东西他也要进 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这都是一些什么形态 这都是一些什么状态 太不自信了吧 好像是这个黑神话悟空像是中国对他们发动的自卑战 让他们自卑了 让他们阴谋了 而且这两天又传出来这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萨拉文啊 要来中国啊 跟中国要来谈一谈啊 为最为这个最后一次这个习拜会啊 做一次这个准备 我觉得拜登在卸任之前应该还会跟习近平见一见吧 因为毕竟还有很 他现在已经是这个不不在其位了 说实话打了一个美国总统的一个壳子 实际上啊 他已经不是他已经不算是美国美国总统了 呃 但是呢 来讲就是再其位谋其政 不再其位不谋其政啊 那是不是要来找习近平谈谈他们自己家族的那些事情呢 亨特跟中国的生意啊 啊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现在有求于中国 而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 你只看到美国的官员来中国 但你看不到中国的官员去美国啊 这就是区别啊 然后你美国国会听见就是就这个那个 把黑神话悟空列为重重特大国家安全威胁 啊 我说你们是真够他妈吃饱了 趁着没屌尸干 一个一个猴子在这里打些妖怪 你是自动把自己带为那些妖怪啊 那些妖魔鬼怪兽啊 啊 哼 所以说美国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啊 这还是我们的灯塔国嘛 那还是我们民主的自由嘛 啊 还能够给我们指引方向嘛 哎呀 我都还想加入美国呢 只有这样的这个心态 我还是算了吧 谢谢各位支持